嗨 我是音音 今天我要來煮晚餐 這是我今天的食材 青椒 杏鮑菇 胡蘿蔔 香菇 還有蒜頭 第一步驟 先放油 我們家有一次吃雞油 我們家在賣雞的 所以我們家先煮雞油 然後都會炸好的雞油很健康 放少許的油 為什麼我今天要自己煮 因為我媽媽今天很不在 然後我想說那我就來做個簡單的料理 然後配上我剛好在減肥 所以就很健康 等頭熱好之後 我們就準備先來下蒜頭 給它爆香一下 接下來呢就放下我們的青包菇 煮餓 大概炒個三分鐘 這就是平常那個Youtuber每次都家 就是自己做午餐的時候 OK 還有我的香菇 哇好香喔 這都是我今天早上去的早上市場 市場 要選個青菜 這種菇類啊 你炒一炒之後它就會出水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加水了 然後把蝦子炒 我們把蝦子炒小一點 接下來呢 我們要放下我們的蠔油 今天是做蠔油菇料 現在一湯匙幾口 現在一湯匙幾口 不要吃太多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蝦蘿蔔 我的食譜上面之前的青椒是最會爽的 我的食譜上面之前的青椒是最會爽的 哇 超香的耶 還有這個 青椒 接下來就等它熟就好了 一人可以餐點 好像火太小了 你在幹嘛偷笑 我妹在偷笑我 等青椒軟了之後就可以準備上鍋囉 嗯 完成啦 吃吃看看 嗯 好吃 今天我是算中一天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想要讓我自己吃少一點 有點飽足感那種不重要 他又說 你知道什麼時候吃比較多呢 我說早上 他說早上ok啦 早上要吃得好 中午要吃得飽 晚上要吃得少 所以晚上去吃這些就夠了 所以可以試 下次可以換你們試做看看 如果好吃的話跟我講 好啦如果 大家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在下面幫我點 1000個讚 我就會繼續拍 然後不要忘記幫我們訂閱 分享 卡鈴鐺 再來吃貨呢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